大家好 這裡是B00AKA社會觀察家 也可以挑起光澤者AKA行走的貓布盒 今天呢 又要來做手工啦 上一次我不是換完了後面的煞車皮 所以我後來發現原廠的煞車皮算是新的 但是效果實在不太好 所以我又買了一組改裝的 這幾天呢 剛好把後面換完之後呢 發現這個新的煞車皮呢 還是不太行 所以我又去買了一組改裝的來試試看 然後在操作之前的時候呢 還是稍微注意一下 合一下位置 這一顆油管是10的 這兩顆呢 是12的 我剛比對了一下之後 這裡應該是卡銷 那這裡最好是先放鬆 因為如果把卡鉗的這個支架拿掉之後 等一下要拆這裡面 你就沒有私利點了 所以這裡最好是先放鬆 5的內六角 果然剛剛先把這兩顆螺絲放鬆是對的 如果沒有放鬆 你直接把它拿下來的話 這邊就會非常的不好實力 然後這個煞車油管的支架 拆或不拆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 只是這樣會比較好工作 那見仁見智啊 我是選擇把它拆掉 卡鉗這兩支架呢 把它抽出來 放鬆抽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煞車皮給拿下來了 那這個兩片是長不太一樣的 你看我現在新的這個 還是非常的厚的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材質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這個再放進去的時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它下面還是有個彈簧片 所以要調整一下它的角度 放進去 插好之後就可以放另外一個會好放一點 位置找對之後推進去就好了 好 這樣就好了 稍微鎖一下 不要太緊 因為等一下還要塞碟盤 最後裝完這個轉接座之後 鎖上車之後 有勢力點都在鎖緊就好 這個在鎖的過程中 應該都是非常順暢的 如果說你覺得有點卡卡的 那就要稍微停一下 那可能是牙有問題了 裝回去要稍微土法煉鋼一些 把活塞逼進去 往內推 這樣我們才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把碟盤塞進去 到這個位置 如果說你是用很久的話 你沒有把活塞退進去 那你的剎車皮它的空間 會是 會是這樣的 就不夠讓你塞進去 所以一定要把它退開 這樣空間就足夠 我們可以放回去了 好 有了 這樣就進去了 推對到了 下面的位置 這樣就都推到了 然後這邊多嘴一句喔 就是千萬不要覺得你的車換完新的煞車皮 或者是疊盤之後 煞車會變得很好 不會 絕對不會變得很好 因為煞車系統沒有磨合之前 它是沒有辦法達到它應有的工作水準的 除非你原本的煞車狀況是已經找到不能再找了 例如說皮完全沒了 鐵磨鐵了 那有可能你覺得新的東西 換上去之後 會有變好的感覺 但是假設說你都還是有 例如說像我這個 還這麼厚的情況下 你馬上換上去 即便我這個是運動型的煞車皮 它的效果 在剛裝上去出都會不及原廠的煞車 因為它還沒有經過磨合 需要多久的時間 依據個人騎車的習慣不同 而開車也一樣 大約一週之內 如果說你有感覺的話 就會發現你的煞車會比剛裝上去之後 自動的效果會好的非常多 而且應該會非常的明顯 如果你剛換完煞車皮 或是疊盤 記住騎慢一點 因為它的真正該有的自動性能 還沒有辦法展現出來 所以換完之後 要先騎慢一點 放油的話呢 就是換煞車油就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橡膠的 這就是放油孔 把它拔開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油嘴了 那工具上的選擇 這一顆是實的 在選擇工具上的話 如果說你能取得這個 就用這個 當然如果說你有油管板手 專門放這種油管這種頭的 那是最好的 那千萬不要傻傻的用這樣 這個地方很危險 為什麼很危險呢 因為這個六角 我們一直提到 這個六角 其實是你在撕力的時候 都是吃在這上面 如果說你一個手滑 導致這個腳 它受傷了 它漸漸變圓形了 之後你要拆就非常難拆 所以油管 最好都是用油管板手 然後我們接個油管 就可以把煞車油放出來了 這是前面的煞車油 我從那個 總棒裡面收起來的 已經變完全變顏色了 正常來說應該是透明的 這邊可以稍微對比一下 這是換完的油的樣子 這是還沒有換 這感覺是非常的黑 然後這個相對來說 清澈的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這樣持續 這樣按壓要按多久呢 其實你只要看到你弄出來的油 已經跟你加進去的顏色是一樣的 那就差不多了 表示說舊的油都已經被我們換出來了 剛剛已經換完前面了 然後看到後面的時候 我突然瞬間我就難過了 因為我這個屬於是二次施工 我是先抱完輪胎 然後煞車皮 但是我那個時候 以後就沒有換 那現在卸油螺絲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那等於說 我那個板手會非常的難施工 如果說是在我換輪胎的時候 把排氣管已經卸掉 或是避震器也往上推的時候 我這裡就有非常好的施工空間 所以我建議 如果說你 有要換煞車皮的時候 煞車油也可以一起換 因為它是一次性的 現在呢 我要單獨換煞車油 我要去 這個位置的這個卸油螺絲 我就非常的 難去施工了 遇到了還是得解決怎麼辦 我們就只要找一個 長的套桶 短的套桶可能會頂住它的那個嘴 所以我們就找一個長的套桶 然後 用接杆接出來放鬆包 也只能這樣啦 我是不太喜歡這樣的施工方式 但是沒辦法 我不想要再拆一次排氣管了 那放的同時呢 我用了 針筒 抽了一下 這是我用了 大概三四年 我之前都沒有換過煞車油 可以看到明顯的已經變質了 顏色非常的黑 以上呢 就是我這一次 DIY 更換煞車皮跟煞車油的經過了 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裝完這個煞車皮 還有輪胎的心得感想吧 好 我是BD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